虽然有些地方不是很成熟 但你没有必要 我就觉得你们年轻就好 而且最好不要长大 当然了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三十岁后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你们年轻正好 你觉得你自己不年轻吗 快三十了 明年就三十了 我和你 但是黛丽艾老师看起来就二二三 他特别二 我说的是二十二二十三左右 二二 你下回说十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知道吗 特别是这种人他很坏的 没有他说黛丽艾老师特别二 看起来就二二 说了 闭嘴 你现在夸我 让我享受一下好不好 再夸一遍 再夸一遍 你不像十九岁 对吧 听到没 他说我像十九岁 听到没 他广东的翻译都不准 三十九岁 没有其实 真的 我先下去 再见 本来本来我 我口齿都已经不算是很清楚的那种 然后接鼻子又塞住了 就跟他一起吃 没关系 从我这出去就都通气了 我觉得他们两位真的都好有特点 今天的这个社会 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粉丝 喜欢不同类型的男孩子或者是偶像 所以有一首诗我记得当年说得很好 他说有一个被解放的女人 就有一个同样被解放的男人 当有一个女人不必在楚楚可怜地等待被拯救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人不必苦哈哈地等着去拯救别人 他可以做他自己愿意做的样子 哇 现在完全让我们有看不过来的感觉 除了帅男还有美女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他们特别像我们桌面上摆的果盘 有葡萄形的 有苹果形的 有蜜桃形的 是说什么什么可餐是吗 对对对对 哇 特别认真地照着镜子刷牙 然后呢 忽然进来一个人 然后他也拿起一个牙刷 就在我旁边这样跟我一起刷 然后我想 我记得我今天看通告 然后 只有我一个人拍吻戏 只有我一个人有吻戏 对 然后 大家猜那个人是谁 余浩鸣是吧 你当时没有想到是你们俩吻吗 我 我 我 魏晨 我 我 你喵坏 你喵坏啊 你喵坏啊 真是 没想到啊 对 魏晨呢 有没有你不敢收的礼物 这么说好奇怪 喜欢礼物啊 没有 我突然有一天 哪个女孩一声 我就是礼物 对 没有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会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他对你的喜欢 你知道吗 就是他走到你旁边 啊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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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我最难接受的就是有一天我在等电梯 然后有一个女生说 就比如说这是魏晨 啊 魏晨 啊 魏晨 魏晨 我挺难理解的 你知道他 然后我也不敢做任何反应 我也不敢 其实我就假装他 我不知道他摸到我了 我就 我就继续戴着帽子 然后就低着头等电梯 你知道他期待你 你说什么回应的话吗 他前面说 讨厌你要负责任哦 他们很期待你说这句话 你知道吗 哎 那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女孩子很傻 或者觉得他们真的很疯狂 是一个比较欣赏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可能那种心态也是会跟他一样 就是无条件的付出 其实想想有时候爱 他就是无条件付出 他就是有点傻的 因为他没有功力嘛 今天后来我们制片人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就现场就这么一点观众啊 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演播室对吧 我们这点观众来自于21个省市 你有想象吗 你们都没有工作吗 哎 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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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暑假 然后跟妈妈说 跟妈妈说吗 妈妈说我要买个电脑 然后就用钱来买路 是不是 当路费 没有吗 没有 哎 你们学习好吗 好 都是三好生 是吗 对 是 是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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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请几位主角呢 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那就是他们的主题歌 让我为你唱首歌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全世界都陪你听着 这时来你会明白 你是唯一不可替代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 这一刻 让你听见幸福的颜色 情限的快乐 情限的快乐 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 拖一秒你的笑容 付出什么都值得 旋转和银行 每一个领覆都记录着 你的喜怒爱恋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全世界都陪你听着 这时来你会明白 你是唯一不可替代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 我为你唱一首歌 让你听见幸福的颜色 我为你唱一首歌 我为你唱一首歌 每一个领覆都记录着 每一个领覆都记录着 你的喜怒爱恋 让我来不成功 我为你唱一首歌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 闭上眼睛把心交给你唱一首 要你听见幸福的颜覆都记录 让你听见幸福的颜色